女人着急地跑向车站站台 丝毫没有注意到手机的掉落 靠坐在墙边的男人想要提醒他事业已经晚了 他弯下腰捡起手机 岂不知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 竟会在即将不久到来的午夜 为他带来一场刻骨铭心的邂逅 很快女人从站台出来 就在刚刚 他错过了回家的最后一趟列车 被留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陌生城市里 无助和绝望充斥了他整个内心 面对杰克好心递来手机 他也只是简单打谢两句便离开了 来到车站出口 他再次见到了那个女人 看到他在摆弄手机 杰克上前善意地询问需不需要帮助 钱包被盗 手机也因为刚才的掉落被摔毁 杰克准备拿出身上仅剩的80块钱 听到女人的目的地 他时序地收起了钱包 然后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得知去往波士顿需要1000块 杰克犹豫后拿出银行卡 面对他的信任 安妮内心充满了感激 可杰克连续拿出了三张卡 都显示余额不足 安妮只觉得他在戏耍自己 匆匆道别后离去 在经过一处拐角时 前面出现了三名罪汉 安妮将头埋低 安妮生怕引起他们的注意 几人看向这边使他心中满是恐惧 而也就在这时 杰克的出现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 依偎在他的怀抱里 两人很快离开了混混的视线 安妮挣脱开来表达了感谢 直到此时 他仍没有放弃对杰克的戒备 显然安妮误会了他的意思 杰克连忙解释 杰克询问了安妮丢钱包的位置用以转移话题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善意安妮本不想答应 但奈何在这座城市他无依无靠 两人来了丢失钱包的酒吧 花了半小时翻找垃圾桶也没有任何收获 杰克灵机一动找到了酒保 据他所知 一些小偷和酒吧的内部人员都有着见不得人的交易 用身上仅剩的八十块作为好付费 果然就从酒保那里得到了地址 安妮本打算和他分道扬镳独自前往 可杰克却表示不放心要求自己也要跟着去 安妮故意提起丈夫一词 因为在他认为陌生人莫名其妙的接近 肯定都是带有目的的 杰克听后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放在心上 很快他们来到了小偷们交易的地点 询问了安妮钱包的特征 杰克摘掉身上的乐器 他准备置身犯险 而就在取包的同时 安妮向远在巴黎出差的丈夫打去了电话 听到丈夫明天早上就会抵达波士顿 她的脸上出现了紧张的神色 原来就在前不久 她发现丈夫和一名纽约的女性聊天频繁 本以为是她有了外遇 安妮写下了恶毒的分手信后前往了纽约 准备找到那个女人问得清楚 可到了最后却发现只是个误会 接着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不想让丈夫看到那封分手信 就是安妮焦急的原因所在 挂断电话后仍没有看到杰克出现 安妮心胆不妙 正在和杰克做交涉的小偷看到监控器上面的警察 小偷终止了交易 后来才得知 是安妮处于担心抱的紧 惊动了小偷 也就意味着拿回钱包这个计划彻底落空 杰克又开始想其他可以送安妮回家的办法 经过这件事的发生 安妮也对眼前这个男人放下了最初的戒备 告诉了他自己着急要回家原因的同时 也好奇地问起他为什么要这么帮助自己 安妮不知该怎么感谢才好 呆呆地站在原地 杰克向专业跑长途的出租车公司打去了电话 得知路费需要五百块 杰克正好有朋友在附近演出 他决定去借钱试试 乘坐地铁前往目的地的途中 安妮问起杰克的处境 仿佛是因为两人反正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他毫不避讳地说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好友在今晚结婚 而前女友也会在那里出现 同样会出现的还有前女友的现男友 他不知该怎么去面对 这正是杰克现如今所面临的难题 起初帮助安妮也只是想打发时间 但后来听说了他那份分手性的事情 杰克便下定决心成全安妮 至少在他看来 那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安妮听后如释重负 从内心彻底信任了眼前这个男人 很快两人来了酒店 却发现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 他们找错了地方 因为背着乐器 两人被误会成了乐队的人 听到事后会有700块的报酬 杰克没有解释误会 拉着安妮就向舞台走去 小号被吹响 被推到主唱位置的安妮也开始了歌唱 但没多久 真正的乐队成员出现了 明白事情暴露 两人很有可能会被揍一顿 他们从紧急通道逃走 找了一间没人的客房 看到这里的电话 杰克再次想到注意 利用房间主人的身份 让前台准备一辆开往波士顿的车 车费自然就挂在房间帐上 这样一来安妮就能及时赶回家里 可变故总是比计划领先一步 没想到找来的司机竟然认识房间主人 就这样两人匆匆逃离了酒店 进度再次返回原点 不知不觉中 仿佛他们已经适应了有了希望之后的失败 将一旁电话停笔座可以联系到昨天的时光机器 两人自娱自乐起来 时间很快来了五夜三点 已经快要来不及七点赶回家 两人的心情也逐渐沉重起来 杰克又又又灵机一动想到主意 她向路人借来电话 让安妮打给波士顿的好友 在丈夫还没有赶回家之前销毁那封信件 说了备用钥匙的存放地点之后 安妮彻底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她要做的就是等待黎明的到来 乘坐最早的火车离开 他们并排走在大街上 自己身上的问题已经解决 她盯上了杰克 随即提出自己的想法 她可以假装是杰克的女友一起前往那个婚礼 但没等她说完就被杰克驳回 安妮仍不死心 在杰克诧异的目光中单膝下跪 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们前往了婚礼现场 好友出现打了招呼 并塞给了她一张房卡 交流之际一到目光射来 前女友看向了这边 眼看躲不掉 杰克为两人做了介绍 当女人问起她现在的工作 他今天在红尔特利 那是奇妙的 他在德州和德州和德州 和德州和德州和德州 女人脸上露出祝福和欣慰的表情 很显然对于当年的事情 她已经释怀了 并且非常希望现在的杰克能够得幸福 注意到这些的她心中很不适滋味 直到前女友的现男友出现 她实在无法继续再待下去 和安妮靠坐在阶梯上 杰克开始说起一段往事 她是医学院硕士毕业 本该有着无限可能的美好前程 可她却选择了追求音乐梦想 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不但身无分文 前女友也因为多次劝告无果后 与她选择了分手 杰克明白这一切的原因在自己 这次赶回纽约 就是想在前女友还未订婚之前 尽力挽回 可现在她还是如当初那般 没有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其实她一早就来了这里 只不过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前女友 才在车站徘徊到午夜 刚才悲伤的氛围被安妮很巧妙地转移 在安妮的鼓励之下 她决定勇敢尝试 坐在路边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 杰克脸色阴郁地走了出来 经过不断地追问 就在刚才 她才知道前女友已经怀有身孕 伤心是有 但可能更多的还是释怀 彼此的问题都已经解决 她们无视地走在大街上 说起过往经历 谈到感情生活 两人心与心的距离更近一步地拉近 找到一家算命店歇脚 本身她的婚姻已经出现了 裂缝 怀疑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 杰克数个小时的陪伴 不管是热心也好 还是消遣时间也罢 她的善意被安妮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但出于自身原因 她尽力克制着心底那份情感 为了不再说起这个话题 她借来的电话打给了波士顿的好友 一个噩耗传来 好友根本没有找到备用钥匙 现在返回已然是来不及了 安妮觉得这一切是命中注定 与杰克的相遇也是缘分所致 但杰克本人却不这么想 虽然从内心来说 她对安妮也存有好感 但是她还是很理智地 劝安妮慎重思考 两人来了杰克好友开好的酒店 安妮面对着镜子 她做出了决定 但就在嘴唇即将触碰到杰克时 安妮重新做出了选择 她决定先回去解决家里的事情 而两人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熬过两个小时到天亮 他们一起绘画 相互打闹 欢声笑语中一点也没有即将分别的不舍 可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 天色渐亮 去往车站的途中他们一言不发 直到分别时两人都已经红了眼眶 杰克拿起一旁的公共电话 打给了昨天的自己 直到安妮坐上车 杰克也没有说出来挽留的话 这是两个人相互救赎的故事 相比于安妮需要杰克的帮助 杰克更需要安妮的出现 帮助自己脱离前女友的阴影 人与人之间 漫长的一生里 总会在某一个瞬间相遇 有的圆长有的圆短 有的圆热烈奔放 有的圆却隐忍无言 只有机会替你保留那些或短或长的断章 成为你一生值得回味的直属于你的故事